很好奇你跟郭董什麼時候會確定要不要合作,然後有沒有期限?最晚什麼時候要公布? 這個一定是,既然大家都這麼關心,也許應該找個時間,有關的人員都全部坐下一起談一談吧 現在有傳出就是八月中旬,所以這個禮拜有可能 所以有可能會在這個禮拜或者是不排除月底的時候 老實講三個都是大忙人,尤其給三方的幕僚去安排個時間,這個要有時間地點,要談什麼大家先想一下 這種時候可以公開的方式讓大家來拍一下三個人會面嗎?至少有一個見證嗎? 不過是這樣啦,一般來講這種東西是這樣啦,除非,這個不是我們單方面決定的嘛 看誰要當主人嘛,有主人來安排時間地點 我想這樣啦,這種東西也不要一個人來宣佈 應該還是看,不過我想是這樣啦 也許三個人一起坐下來大家談一談,對整個局勢交換一下意見也是應該的 所以好吧,那我們就去排一下時間吧 現在好像說就等王院長這邊,因為他感覺上就是現在是還比較沒有確定一點 世間什麼事情都是討論嘛 是這樣啦,常常什麼事情都是大家討論 我想這樣啦,還是一句話 如果是大家能夠享受台灣的整體利益,人民最大福祉 其實很多事情總是有共同的目標來討論都比較容易有結論 現在綠營就認為說如果三個人結盟的話,只有對你比較有利,對撥撥跟王不見的 所以就是他們研判就是三個人結盟的機率是很低的 我今天早上有看了一下這個新聞嘛 我想是這樣啦,其實大家都忘記一件事情 就是說有時候對一些事業有成的人,或是說在政壇打滾很久的人 或是像我們這種看透生死的人,跟一般人的想法會不一樣在哪裡 一般在政治上就算計說他要搶一個職位,要幹什麼 可是他們常常忘記就是說 有時候人生到一種境界以後,他們想的真的就是說不再是個人啦 而是說整個台灣的整體跟長期的利益,還有人民的最大福祉 所以以前我講過一句話,就是說 壞人常常不了解好人為什麼要做好事 所以他們總是想說這些人一定在全力分配,在資源的這種分配 他們不會想到說人家是有不同的思維,所以這有時候很難跟他們溝通 所以你覺得現在就是郭跟王的話,他們就是覺得就是 就是因為現在有人會覺得說他們會顧錢藍營的大局 所以你覺得他們這個在他們的思考裡面會是其次? 所以那一句話嘛,你今天,所以是這樣嘛 你思考的是個人的利益,派系的利益,政黨的利益,還是台灣的整體利益 所以如果每個人在想說這個我一定要自己來幹,那這個就沒什麼好講的嘛 所以我倒是認為是這樣啦,總是讓台灣有一個向上提升的機會 我覺得政治不應當如同他們那些人在想的,我們都一定是大家坐下來在分配職位 我們要讓台灣的歷史有一次說,大家想的是台灣的整體利益,人民的最大福祉 所以在一開始我講說這才是真正的中心思想嘛,所以中心思想不是說我統獨啦 或是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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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種 常常講的老半天,你講的跟你做的也沒有湊起來啊 所以至少現在有綠營提出說要跟你結盟來推區域的立委,他們覺得應該就是每一區共會一個人 這樣用台灣派來對抗中國派,民進黨的來向你喊話說要合作 我不曉得他什麼叫合作,他意思是說他們每一區我們都要派人出來,讓共襄盛舉還是什麼,我不曉得合作是什麼意思 所以他們現在就說他們是希望跟你共會一個人,然後用台灣派對抗中國派? 沒有啦,我跟你講 你有錯亂嗎? 沒有啦,我跟你講還是一樣嘛,就是那種思維嘛,就是常常在想什麼 其實還是這樣啦,我覺得還是怎麼做讓人民生活好一點,怎麼做台灣的長治集團,這才是邏輯嘛 每天都在,我跟你講五年前如果這樣講我們還想想看,如果台北市長都幹了四年半,人家說不要聽他講,要看他做的 昨天蔡英文來高雄,那是一個公會有立體,那你覺得你在一屆支持部跟蔡英文比起來? 沒有啦,是這樣啦,當然要辦肇事活動,其實我非常清楚 辦肇事活動就要召集嘛,要錢要裝飾,那我們是,我們相對來講,我們不是那種用這種組織啦、裝飾啦、肇事啦,我覺得是,這也是,其實從2014到2018,一直到現在 我常常說我們就是比較一種,比較快樂的方式,而不是我們大家這樣,齁 這樣等一下那個召集起來,然後發凍算、噴雞、發旗子這樣,讓他順便再吃一餐,我覺得是這樣啦 坦白講,我每次說,你那個趙氏花了多少錢,錢從哪裡來,我不希望說這種 聽到很多說,那個公庫銀行的董事長每個人都要貪多少錢,要去募多少錢 然後我算一算,哇這幾十億,這不好嘛,所以還是一樣啦,我還是一樣 其實這種選舉費用太高了,是台灣政治敗壞的開始,這還是我的信念 市長那你會考慮就是在台南這邊推區立委嗎?因為現在洪秀柱他也要到台南來選 大家都覺得就是說,他這其實是一個還蠻有勇氣的決定,因為台南是綠營的大票產 參選是人民的政治權利,所以我覺得任何人要去哪個地方選,這個都很正常啦,我們也不能說有什麼樣的批評,我覺得這還蠻正常的 那你今天到台南來,因為你上次也有來,然後受到民眾很熱烈的歡迎,然後這次來,然後又連續跑時間公廟,大家也覺得你說你是來搶綠的票? 沒有啦,這哪有什麼叫綠的票、藍的票?應該說我們還是,沒有啦,我們還是一樣,出來是第一,鄭廣建,第二交朋友,第三,我們也是來學習 你看看,每個地方都有優點缺點,然後有發現,我全省看一看,對台北市政的推動很有啟發性 市長,所以說有課本說,自稱課本說,希望你多關注處理台北市政,那少利用假日到南部到各地趴趴趴趴 其實是這樣啦,其實我還是這樣啦,我們大部分的利器還是在台北市政,這很簡單算就知道 其實我只要看一樣東西,你看我們每個禮拜在發布,市長是列管事項 就知道說,其實我發現我們整個市政是完全沒有受影響 這還是可以跟大家保證,所以我會講嘛,我們還是以台北市政為主 最近很多人抵制那個手搖店,他們承認一國兩制,市長有什麼關係? 這個還是這樣啦,這個就是一個政治壓迫經濟的例子嘛 所以坦白講喔,有一個概念,其實無名的國家,人民有表態的自由 但是更重要,人民有不表態的自由 所以如果是這一種連不表態的自由都沒有,這表示它不是一個無名國家應和的現象 所以我覺得很多事情,還是那句話,我已經講過很多遍而已 中國大陸經濟的成長,我們要表示佩服 但是政治的發展跟經濟的發展,不可能永遠維持那麼大的落差,這是不可能 一定遲早還會出事 所以每次講說台灣30年來的民主的發展,我覺得可以給大陸很多的啟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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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